還有這個龔明星、龔主委還有交通部還有經濟部跟財政部 政次財政部代理部長謝謝 好我在質詢之前我想先請問一下事件先暫停好不好 我有一個程序問題要先請教一下 在上來的諸位的官員你們會秉持的就是說誠實的回答問題還是不會 先到第一頁 對 會還是不會的舉手 一定是誠實啊官員所有的回答全部都會誠實回答也不會有這個誤解的然後做不實的這個陳述出來嘛對不對 我只是先程序上面確認這一點 是必須誠實 主席長你會誠實因應嗎 你會還是不會就好了因為現在是程序的問題 我當初以為說我們的同仁有去找委員 對但是你在公開的場合裡面講的內容是不實的啊 你在公開的所以我今天請教你的第一個程序問題 反對的請舉手 我們先報告一下政策是具有延續性的 所以不影響內閣改組簡單來講就內閣改組不影響這個 很好好那我程序問題結束了 我們現在回到實質的問題 實質的問題呢 第一個我要請教的就是說 在台上的幾位啊 我們去年我們去年的潮州4950億 今天只有講說全民普發現金的時候是發6000 發6000乘起來呢就是1800 1800除以4950是多少 36%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把人民的錢還給老百姓的時候 我們行政單位政府還在坐莊抽頭 就是36%還給老百姓60%的部分由我們政府作章抽頭拿走了 這樣對嗎 對還是不對主記長 跟委員報告一下政府對還是不對 任何收收的一毛錢 所以你現在是中華民國萬萬歲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你從歷年來除了109年之外沒有超收之外 歷年來全部都是超增 所以全部超增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中華民國萬萬歲 然後你現在只有本來 我們本黨是講說 一萬塊錢給老百姓 然後你還要摳這個摳那個 我們再看看你實際上面 你現在是特別條例成癮了 你現在就特別條例 這個發了之後呢 每一次所有東西都特別條例 剛才講的好像講的很有道理 講說哦中小企業需要啦 然後講說哦這個台電需要啦 可是呢我們看看實際上面的情形 民間的專家不是也是已經告訴你了 有需要的錢就該編 應該要給中小企業的就應該要給中好企業 應該要做交通建設的就應該要做交通建設 可是編在哪裡呢 主機長編在哪裡的不難道是在總預算裡面嗎 怎麼會你現在是非常的這個 把這個特別的預算呢變成一個常態 然後所有的東西總預算現在是不管的 總預算就是編了之後 讓你政府愛怎麼花你就怎麼花 然後呢你所有東西把它列到特別預算 所以財政紀律不張 在柯批原來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不是也是這樣講嗎 這個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緊急性 主機長 我從110年11月15號 我就在第一次就講說 你多操徵的東西呢 應該要還稅於民 你要否認嗎 主機長 任何所謂的操徵的 是不是在110年的11月的時候就提了 你是同意還稅於民還是不同意還稅於民 還稅於民要有立法院通過 立法院藍綠在黨 所有的委員都同意還稅於民啊 是你卡110年的時候就跟你講說 操徵的部分要還稅於民 你自知不理啊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說你就算不還稅於民好了 還債總可以吧 國債中 我們財政部次長 對不起 現在是代理部長 我們國債中到12月的時候多少錢 24.7萬嗎 還是多少 24.7萬 好 對 24.7萬很好 你具實回答 對不對 你就算不還稅於民 你還債總可以吧 是不是 軟代理部長 是不是 還債給 給我們過去總107年 不是 我只有問你說 還債總可以吧 你不把錢給老百姓 你總是減輕它的負擔 還債總可以吧 是不是 我們已經在做了 你已經在做 它24.7萬的國債中啊 對不對 好 你現在呢 還稅於民你不肯 還債呢 當初我們在省總預算 我們在省總預算的時候 就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提了要求 你要先把稅末的剩餘先使用 你主記長 朱澤民主記長 你不同意 也就是說 還稅於民你不同意 先還債 減輕老百姓的債務 國債中 你也不同意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你現在列出來 在你的條文裡面 這些的內容 你的優先順序是在哪裡 你的第三條的這些的優先順序 是在哪裡 就是按照這個順序嗎 公主委 事實上都會做 你的優先順序是按照這個順序嗎 還是不是 前八項都會做 一起做 一起做 所以沒有優先順序 那這個 你的這個部分呢 會不會其實就是你的政策失敗的指標表啊 為什麼呢 我來跟你講一下 你現在假借 假借我們要求要普發現金的同時 你把這些的東西 本來在你的預算裡面就有的東西呢 你要把它再包進去裡面 我們看一下 你的公共運輸的補貼的部分 在你前瞻的市席裡面就有的 你的台電的補貼的部分呢 你在你的一百一十二年的總預算裡面就有的 然後你在講說推動產業中好企業的升級的部分 也是同樣的在你前瞻紀念裡面就有了 所以現在是什麼狀況 就是總預算的部分 按照歷年的部分 你照樣編 然後呢 因為特別預算上癮了 所以呢 你就把所有的東西 知道現在大家希望能夠普發現金 還稅於名的時候 你就把零零種種的 你在以前已經編列過的東西 你就在這個地方呢 再加碼把它進來 你算算看這裡面有多少錢 所以我剛才前面才會講說啊 你根本就是政府坐莊抽頭 你這個不是比黑道還要黑道嗎 是不是主席長 這些錢都是用在民眾身上啊 你嘴巴講是用在民眾身上啊 你最後面還有一個東西是 空白的授權這個給民眾啊 送給送權給這個行政單位啊 對不對 你其他行政單位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啊 司馬昭之心 大家心知肚明 因為明年啊 要選舉了 你們有沒有有心於政務啊 沒有啊 你的心就是在選舉 然後選舉你想到的 立法委員在這個立法院裡面 想到的是說 要讓老百姓好好過個年 去年 十二月 行政院的時候 最後一次院會的時候 你各部會都不知道 行政院要開什麼樣的會議 是不是 王部長 當時你還回答我 在前一天的時候講說 通常行政院會開會呢 是在後面 就是你下班之前 才會知道那個議題嘛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講說 十二月份的時候 如果你政府有心 要把從老百姓 課徵來的錢呢 還稅於民的話 那 那個時候的院會 當你有做的話 我們今天需要言會嗎 不需要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 演會出來的結果 本來 你今天的特別條例 可以很簡單的 只有一條 就是還稅於民 多少錢就好了 你不做 你要包山包海的 把這個 裡面的零零種種 在你其他錢瞻裡面已經有的 在你總預算裡面有的東西呢 你要把它包進來 你居心叵測啊 你到底是從老百姓的錢 還給老百姓 你就不肯 好我們看你說 你的一百一十二年的 的總預算裡面 你的決算的數字有兩千七百五十億 兩千七百五十億 直接六千 每個人 我們還講一萬哦 直接六千塊錢給老百姓 你有沒有錢 當然有錢啊 你今天居然講說 我兩千七百五十的部分 我是因為哪一部分錢要給台電 零零種種的東西 你巧立的名目在舉债 國債中二十四點七萬已經夠重了 不需要再拿人民的錢開玩笑 每一次的特別預算 就是世代的不正義 每一次的世代不正義 所以我才第一個時間 問你從程序的問題上面來講話 你今天做的決策 你的下一個內閣改組 是不是要買單 你說是 但是你們還是要對全民負責 今天把老百姓的錢還給老百姓 天經地義 不要再包山包海 很簡單 就是普發現金還稅於民 以上謝謝 好 謝謝李貴明委員